何 哎 我说你啊 你上次和那个姑娘 在荒郊野外过了一个晚上 我记得过你吗 我说过你吗 笑话过你吗 你等会儿 等会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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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你跟一个姑娘在 荒郊野外过了一晚上 老何 这事你得说清楚啊 没有 没有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事故 那个车抛锚在那儿 所以回不来 你得把这事说清楚 你得告诉我们 你跟我们藏着业的干嘛呀 就是 对吧 就是个邻居 我们合作关系 有工作来往 然后出去以后 车抛锚了 回不来了 打电话就没有信号在外面 这 别 别记动 别记动 老何 我没记动 老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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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别装了 但凡说到他 你这 你这个情绪 就开始波动了 你没发现吗 没有 我 我挺平静 我平静的时候就 就是这个样子 开会的时候 我觉得梁怀说得挺对的 你这起伏挺大 我说了就是个邻居 一个 一个 我能喜欢他吗 我 我那么优秀 对不对 我 我 一个号称自己练过五年三打 然后又 没什么礼貌 动不动得很粗鲁的一个女人 我能喜欢他吗 你看看 老何 你这了解的 不是挺清楚的吗 这就是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的小故事 累积起来的一个总结 没错 这 这几年喜欢你的姑娘 也好几个了吧 那包括刚才那个姑娘 哪一个不是被你 鉴定拒绝的 这个怎么就没有了 没有什么呀 人家都没跟我表白过 我拒绝个屁啊 我拒绝 生气波动了 波动了 你赶紧波动 别这么平静啊 不要这么平静 平静 对对对 说到表白这事啊 那我就得说你那两句 你不能只等着人家女孩子表白 这种事男孩子应该主动一些 今晚有空吗 明白吗 主动 当然了 你啊 人家 我 我怎么觉得 你有点事呢 你又要干吗 没有 没有 我没事 想过 今天是你生日 是 我请客 庆祝一下 不去 我去 不是 你 你说说怎么主动 我晚上有事 改天约哦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俩聊啊 我 我先 我先走啊 不不不不 改天啊 改天约 有事吧 那 那我们晚上等 等一等 喂 何夕啊 晚上烧烤我请客 来吗 看我有没有时间 你再等 喂 喂 妈妈 把菜热一下 喂 来 你 nearby 喂 喂